美国总统拜登先前就表示过要对外捐赠在国内尚未获得授权的AZ疫苗 美国时间17号拜登又加码宣布除了AZ疫苗之外 至少会再捐出两千万剂疫苗 在美国国内获得紧急授权使用的另外三款疫苗也将会捐赠给海外的国家 预计总共有八千万剂疫苗 总数是中国和俄罗斯捐出疫苗数量的五倍之多 拜登表示这就像二战时美国身为民主阵营的火药库一样 在疫情期间美国也会成为疫苗的火药库 帮助全世界对抗病毒 不过拜登和白宫方面目前都还没有透露 这八千万剂疫苗会送往哪些国家 虽然AZ疫苗仍要等到美国FDA授权之后才能释出 但另外三款疫苗已经获得授权 五国驻美大使萧美琴则表示 已经向美方表达争取疫苗的意愿 目前正在积极接洽中